大家好,我是漁夫 今天很高興向各位介紹 安土桑、安藤宗雄的京都陶板名畫庭園 這個庭園是當地政府委託給他們的市民 可以很長時間認識到世界各國的技術作品最重要的 所寫的一個庭園 這庭園在樓邊,各位女孩走的時候都會走就可以了 這是樓邊的人行道 你如果高速要買票,就這樣就好 旁邊有一個買票的地方,你就走下去就可以了 你看,有這種庭園,知道是不是 我們來看一個庭園,你看 這樣站在這裡,在這個地方 這是那個人行道 你可以探討,看你下面有很多這個陶板名畫 這庭園是我站在樓邊,頭前比較長的 那個時候還沒買票 唉唷,這庭園就一定是,嚇死人的 你看各位,這就是那個墨內的睡蓮 你如果買問票之後呢,大致上是從這裡進來 進來以後呢,你就看到 哇,這個是米開朗基羅最後的審判 好,那麼你看看呢,我覺得他在這裡設計了一個瀑布 這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做法 這樣齁,在我看來就是可以到外面的車馬軒隔離 這有騎 纏纏的這一種流水深啊,讓你感覺上說你一定是在另外一個桃花園的世界了 我當初在這裡站了很久,一直在研究說 欸,這這樣做得很像這樣 一層的薄膜,到底是怎樣用的呢 很像保鮮膜這樣 這張圖呢,是這個清願版的清明上合圖 像是由台灣來提供的 這個各位看到的,這個就是鳥羽生的名畫 那麼在下面這一張呢,哇,非常壯觀 這就是米開朗基羅最後的審判 最後一個齁,各位看到 抱歉,按道上,你的清水膜 老醉了啦,要抓老了啦 好,看一下收看 好,這個能力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